第五题,五六题是提主,如右图若不计神众,滑轮众及摩擦力的影响,使用滑轮分别以甲乙丙三种方式将相同物体等数抬高相同高度,第五题是问,丙方式比甲乙方式更省力,我们看到我们的甲就是一个定滑轮,所以它并不会省力,那我们的乙还有一个动滑轮,按照我们所教的它会省力二分之一, 丙这个滑轮组本来应该也省力二分之一,但是我们看到这里,它的线不是直的,它是斜的,所以它的分力会省力二分之一,那么它本身的合力会比二分之一要大,所以呢,我们的施力要比我们的二分之一的物重要来的大,所以丙的方式不会比乙的方式来的省力,因此我们说丙方式比甲乙方式更省力,是错误的,我们这一题呢, 长安是打差,错误的